我旁边呢 这一辆 Fairing 旁边呢 它是两个 嗨 欢迎回到ChrisJP Car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在我旁边呢 这一辆是11-seater Carnival 这个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它终于release了 不过 问题是现在它的stock very limited 非常的少 所以是谁先 谁快 谁就拿到 就是先到先得啦 它的stock只有2022 因为它是最后一 badge了 所以到你明年你拿车 它都会是2022 因为它真的是final badge了 所以很多人想要之前想要订 都订不到 现在它终于开放回给你们订 所以先到先得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辆车啦 这辆呢 是白色的 它是破外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外形的差别 跟七八个位的差别 主要是这个side mirror 跟后面的一个尾灯 会有点不一样 side mirror 你可以看到这个比较大个咯 如果CKD 跟那个8-seater 7-seater 它是比较小个一点的 不过它的function 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刚刚说的后尾灯就是这里咯 它是属于bug 它是两个灯泡啦 如果是CKD 7-bug 各位 它是LED的那个荧光灯咯 这个只是普通的灯泡咯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是没有memory seat咯 就这边会有两个按钮是memory seat 如果是这个11-seater 它是没有memory seat的function啦 然后也没有那个氛围灯咯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包玩起来了 它是没有氛围灯的 如果是7-seater 跟8-seater 它就会有氛围灯 在steering 方面呢 它基本上都是一样 只是它少了那个 other system 就是 length-lifting assist 那些 因为在steering 这边会有button 可是问题是这个是没有啦 在这里里面老师说整体 空间来感 全部它都是一样的 只有它的meter 是不一样的cluster 因为以7-8个位它是digital 这个我们还是以前旧式的就是analog那种指针的 它还少了就是这个ventilator seat 和heater seat 就是前面这两个车包里面会出aircon 这个就没有啦 谁个位的就没有 7-8个位我们就会有啦 所以在以这里的方面的差别 其实真的是这两个 跟 other system 跟它的meter memory seat 这些咯 other than that 都是一样的 它的360度 camera 这些全部都还是有 blind sport detection 全部都还是有 所以基本上 东西都很满啦 还是很满 所以还是很畅销 它的主要是价钱也便宜 所以很多人都会抢的药 所以它的power styling door 都还是有 窗帘 都还是有 Aircon后面的controller 全部都还是有啦 然后有一点它跟exeater的差别不一样就是 它一样是三个 不过它的seat 它是往旁边flip 如果exeater 的话是没有办法 exeater 不过它是可以踩啦 这个就没有办法啦 然后以face to face 这个也没有办法 exeater 可以 11 seater 的不能 这个呢 拿起来 我们是在这里啦 就拿起来哦 它的seat 一样它也是很大张的 其实它都很大张 所以还是很好做 还是可以做 不过它少了一个 headrest 就是在上面的这个headrest 它是没有啦 这个往旁边flip呢 主要是让你方便去后面啦 然后它的第二排的这排seat跟第三排的seat 都是一样是往旁边flip 原因 因为它第四排还有一排位 所以它方便给你走到去最尾 如果以后车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咯 它的跟你跟七八个位的比 它就会伸进去 这个的话就没有 原因 因为它后面还有一排位 毕竟它伸一个位嘛 所以它会有四排 这里还有一排 这个椅子如果你没用到的时候你就把它躺平 就是你变成你后面的boot 可以放东西啦 如果你要用到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拉起来 所以它就变成是一排位咯 有三个headrest 你可以看到 所以这边也是三个seat 所以三个三个三个两个 所以就总共是十一个seat啦 所以这个你没用到的时候一样 你把它收起来躺平就可以了咯 岩舌方面它有六个 七八个位它们是五个岩舌 它只是多了一个红舌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更详细的 那个里面的interior的details 我们可以看七八个位的 因为它真的是一样的 所以video都在这里 你们可以点进去看一看 它真的是final badge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 一定要尽快whatsapp我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记得like comment跟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我们下个影片见